今天这个视频跟美国的客户聊一下 美国客人如何购买泰国的鹿角爵 那我查了一下之前的记录 我发现我第一次把鹿角爵卖到美国 是去年的10月份 那是我第一次把鹿角爵卖到了北美 那这个视频来讲一下 2023年美国客户如何购买鹿角爵 的确有一些变化了 购买植物呢不同于购买其他的东西 购买植物呢你是需要有植物进口许可证的 那如果是美国的客户 你没有植物进口许可证的情况下 只能买12颗 然后在去年这个时候呢 是只能买11颗 就是1到11颗 现在是1到12颗 那如果有人说 那我要买13颗14颗呢 就是你要你要重新再换个包裹了 就一个箱子里面只能买12颗 然后如果你要买得多一点就要分箱 其次每一箱都要有证 这个证不是说你的植物进口许可证 而是我们从泰国出口植物到美国 要办理的检疫文件 那当然我们每一箱都会有检疫文件 不管是到美国也好 还是到加拿大或者是台湾的香港 我们都是有合法的检疫文件的 那到美国呢 如果你没有植物进口许可证 可以买1到12颗一箱 如果你要买的买的要多一点的话 就要分第二箱第三箱第四箱 那每一箱都是12颗 关于如何申请进口许可证 因为如果你有植物进口许可证的话呢 你一箱就可以放的很多 对不对 因为正常的一箱子 我们大概可以放中等尺寸的话 可以放40颗50颗的 那如果只有12颗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箱子了 美国的植物进口许可证 去哪里申请呢 因为我有客户有这个证嘛 我看了一下 它这个证呢 是在USDA这个部门申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证的这个截图 而且美国的植物进口许可证 是我看到过的 叶数最多的一个植物进口许可证 那像美国有7页 这个第一页就是说 这个是植物进口许可证 可以进口什么植物 然后一般都要写particillium 然后呢 然后还要写输出国 这类似于你是申请的是 从泰国购买particillium 是这么一样 这样写 其次后面的6页就是写 进口植物需要有简易文件 我们是有的 然后说进口的植物要怎么处理 你不能带什么 不能带什么 或者说这个箱子里面可以含什么 例如可以含报纸 可以含纸 对吧 也可以含海绵 对吧 这种东西 这些是可以允许放在那个植物里 它会写得非常的详细 真的美国这个文件 是我建过的最详细的 你像像台湾呢 这就是一张纸 对吧 如果是香港的话就是两张纸 加拿大的话也是两三张纸吧 美国真的是七张纸 这读得很累啊 大家如果是想要申请植物进口许可证的话 你可以诚实一下 去你的 去你那个所在州的什么USDA去申请 因为美国不是每个州的法律还不一样吗 所以有可能 因为我这个客户是在纽约州嘛 所以说你要在你所在的州 要申请这张import permit 你要去你这个州的什么USDA去咨询一下 然后有了这个证之后呢 你就可以无限制的购买鹿角绝了 我们来聊一下 找美意购买泰国鹿角绝的流程 首先是你要确定你是有没有证 那如果你没有证 那就只能买12颗 最多买12颗 那有证的话呢 就是没有限制了 然后其次就是你要确定 你想要购买的植物的名称 然后鹿角绝的名称嘛 或者是石松啊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那个名字去哪里找呢 你可以看一下美意的IG 我会每天po一些鹿角绝的照片 然后你可以选一些 或者说你直接给我报名字 我给你提供照片和报价 然后呢确定一下那个植物 我们出口植物啊 它有最低的门槛 门槛就是15000泰铢 我们的报价都是用泰铢来计价的 因为我是在泰国对不对 确定了这些植物的数量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做订单了 订单的话除了植物费 还有检疫费 检疫费是2000泰铢一次 所以说如果你要买24颗植物 也没有检疫证的话 没有进口许可证的话 那就就是要两个2000 因为一张检疫证呢 我们是要办手续的 这个检疫文件的手续 是2000泰铢一张 所以一箱的话是2000泰铢 两箱的话就是2000乘以2 如果你是有植物进口许可证的 你哪怕寄三四箱 它只要一份文件 我们之前就寄过 就是有客户订了比较多了 他有证 然后大概寄了两箱 两箱植物呢 也是一个证 就是2000泰铢 款的话就是直接电汇到泰国的银行 我们来聊一下运费大概是多少钱 比较轻的话 1000克的话 大概运费是2000泰铢 那如果是比较多的植物 如果是10千克的话是8000泰铢 1000克2000泰铢 10千克8000泰铢 11千克的话大概是9000泰铢 一般一个箱子能塞满的话 也就是10千克12千克11千克左右了 一般呢植物寄到美国基本上是7天到10天左右就可以收到了 美国客户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11月底了 美国那边已经基本上就入冬了嘛 就比较冷 那去年我们冬天是怎么给把植物寄到美国呢 是用的是就在箱子外面加一层那个泡沫塑料 这样子就寄到了美国 那今年的话呢 我们10度-20度的话 我们会在箱子里面包这个东西 就是在整个箱子里面放一层这个 作为保温的材料 给大家一个选项 要么用泡沫 要么用保温纸 或者是保温纸加上泡沫都OK了 这个都是盘在我们的那个植物费里面的 就不会再向客户再收取那个打包的费用了 大部分情况下呢 它就是准时的7天到10天就能收到了 圣诞假期 然后美国那边的物流就会比较拥挤 然后有可能时间会那个延长 大家可以酌情 酌情思考 圣诞假期是不是就不适合进口鹿角角了 那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卖的越多 然后能够有自己的专机 真的 以后真的要有自己的专机 如果我们卖的多的话 那如果你要想找美意购买鹿角角呢 可以给美意写邮件 也可以上美意的孤王网 我会整理一堆关于 植物进口相关的问题 我是美意 我在泰国 我要把鹿角角卖到全世界 在这里 我们下纸三条 我们下纸三条 请开启 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